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不给各国联合行动之机 使六国的合纵战略彻底的破灭 这六国是赵 魏 韩 燕 楚 齐 秦始皇首选目标就是赵国 当时赵国的实力在六国中是最强的 是秦国走向统一道路的最大的障碍 在这之前秦军几次公赵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公元前236年和234年 秦王派大将王俭将军环以王端和两次攻打赵国 杀死了赵将护折 大败了赵军 占领了几个城市 但是没有能拿下赵国 转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33年 秦将军环以乘胜继续进攻赵国 一路向东打来 直指赵国都城邯郸 赵国此时形势危急 赵王急忙照来丞相郭开 说我当太子的时候 就听说戴城的守将李牧能争善战 赶快派人持大将军印 到戴城传我的命令 招李牧回邯郸护国 李牧领命收军屯兵于邯郸城外 自己单身入城夜见赵王 赵王详细讲了秦军进攻的情况 问李牧有什么办法可以抵敌 李牧回答说 秦军屡战屡胜 军心振奋 其事锐不可当 不义正面冲突 如果大王能够允许臣自行决策 无拘文法 允许臣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臣才敢受命 赵王就答应了 又问 你戴城的兵经得起大战吗 李牧说 征战冲锋力量可能不够 但是防守还是绰绰有余的 赵王诱说 现在我们国内所有的金兵都召集起来 还能凑足十万 我派赵聪 严聚 各领五万都交给你 听你的指挥 李牧再败 领命而去 他把整个大军扎营在肥雷这个地方 构主攻势 兼臂守城 任凭秦军在外面骚扰挑衅 绝不出战 每天只是在军营中 让军士们分成小组比武射箭 还让厨房每天杀牛烧肉 犒劳军士们 李牧素来就爱兵如子 平日离礼贤下士 那些军士们心中都敢带李牧 都自动要求出战迎敌 李牧就是不允许 这样双方对峙 秦国军队很快就变得士气疲惫 桓仪对手下将领说 以前赵国的连坡 就是以兼臂巨战来谋号王尹将军 现在李牧也是用这个计策 我们秦军远离国土 这样对峙下去与秦军不利啊 于是 环宇决定率主力进攻肥下 希望能够诱使李牧出兵前往救援 这样当赵军援兵出动后 可以趁其不备将其歼灭 于是环宇分兵一半浩浩荡荡 袭击肥下 李牧手下大将赵聪知道了 就请求出战去救肥下 李牧说 这是秦军的诱敌之计 他攻城 我们就去救 是随着秦军的指挥棒走了 就中了秦人的圈套了 此乃兵家之大计 他现在去打肥下 他们的大营必定空虚了 我们一直兼臂不战 他们以为我们不敢攻打他们 肯定也不做战斗的准备 我们这时候去突袭他的大营 怀疑就没有办法了 他一定会回兵营救 我们再趁机袭击他们 一定会大获全胜 此乃唯未救赵之侧也 于是分兵三路夜袭齐营 果然秦营没有准备 匆忙应战 结果秦军大溃败 被赵军杀死有名有姓的将领 就有十多个 士族死伤无数 败兵连夜逃亡匪下 抱之环宜 环宜一听大怒提兵来战 李牧又采取正面阻敌两亿包抄的战术 张两亿以代之 赵国士兵呢 平日里养精蓄锐 早已摩拳擦掌 各个奋勇当先 左右翼并进 还以无力抵挡 大败 败走咸阳 这一战 李牧在肥下 也就是现今的河北晋州西 全歼了秦军 消息传到赵王这 赵王大喜 夸赞说 李牧将军就是我的白起啊 也封李牧为武安军 和白起的官职一样 还赏赐李牧十亿万户 还以兵败 秦王嬴政再派大将王俭 杨端和派兵分道法兆 公元前232年 也就是秦王政15年 秦王又命秦军 分两路进攻赵国 但这次也都被李牧击败了 此后的三年 秦军一直在修正 在这个期间 在用主力进攻赵国的同时 秦国对韩国 采取逐步肢解的策略 公元前231年 韩国南洋郡 贾首及代理军首 名叫藤 向秦献出他管辖的属地 秦始皇就任命藤为内侍 后又派他率军进攻韩国 俘获了韩王安 韩国灭亡了 这是公元前230年 秦始皇17年的事情 灭韩的转年 秦始皇18年 即公元前229年 秦国就把原来的韩国 定为尹川郡 稳定了占领区的形势 秦王立即又派大将王俭 率兵再次攻打赵国 秦王这次决心满满 对赵国志在必得 王俭是秦国的名将 秦王对他寄予厚望 这次的公照 战国又如何呢 请听下集 巧计灭照 奥公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